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相信很多师兄对于法会这个词并不陌生 因为许多佛经中都有提及过法会这个词 譬如广为人知的金刚经就有法会音游分 药师经中也有法会缘起分 除了上述经中说到的法会外 在现实的佛教寺院中也经常会举办种种法会 有以自我忏悔的败颤 有对大众宣说佛法的生作法会 有为信徒举办的三规五戒 放生 超度法会等等 除了以上这些常见的法会外 其实还有一种法会 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 也就是地式天尊的圣诞之计 和传佛教会在这一天的半夜 秘密举行一场隆重的祈福法会 名为摘天法会 有人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摘天法会会选择在半夜进行呢 这场在半夜进行的法会 究竟有何神秘之处呢 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揭开 摘天法会的神秘面纱 首先我们来说说佛教摘天仪式的元气 摘天又名供天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最早因缘与随带的天台宗开山祖师 极有东土世家之称的智者大师 依据金光明经所制定的金光明颤法 在该颤法中 依金光明经奉请大凡天尊 帝氏天 护氏四王 金刚秘技 散指大将 大便采天 大功德天 贵子母十一位天众 意再通过设斋供天 礼颤修颤 祈祷娑婆世界众生 惜受佛菩萨加倍 和天人护佑 除灾消账 花园西灾 以此达到使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风调雨顺 社会安定和谐的目的 到了宋代 有些高僧在修金光明颤法时 依据经文 对出天的数量 再次进行了增补 如宋代慈云尊士法师 所及的金光明颤法 补助仪中 将仪式分十科 一者研制静世 二者清静三叶 三者香滑供养 四者招请持咒 五者赞叹数益 六者称名供奉 七者礼敬三报 八者修行无悔 九者悬绕自归 十者唱诵经典 到了元代时 更是从金光明颤法中 单独解出了供天一节 作为寺院中 每年遂朝佛事 自此摘天法会 正是兴起 有人看到这里 可能疑惑 为什么身为学佛人士 却要摘天呢 要知道佛教徒虽不归依诸天 但应礼敬诸天 因为诸天归依佛陀 护持教法故 据金光明经中记载 诸天曾在金光明会上 于佛前发愿 要永远护持佛教 奉行正法 勤修诸善 远离恶行 同时也将遵佛之嘱托 寻行人间 成就那些修行 极有德之人 为感念诸天护法的功德 故具像华灯 屠国等 供奉诸天 筹齐恩德 除供奉诸天外 在天仪式上 还要为天神等众 讲说佛法 因为这些天人 都是在身身领受到 佛法的饶役功德之后 而在佛前发愿 永远护持佛法 因此 凡是有讲说佛法的地方 他们不但会前来听法 而且还会为户坛场 饶意与法会大众 例如在大乘金光明经上 就曾记载了一段 关于四大天王 以及建劳地神等 如何护持及饶意 受持金光明经人的描述 世尊是金光明微妙经典 若在大众广宣说时 我等四王急于眷属 文此甘露 无上法位 增益申理 心境永锐 拒诸威德 若诸国王所有途径 又持世经者至其国 世王应当往世人所听授 如是微妙经典 文以欢喜 父当互念 恭敬世人 世尊 我等四王 父当勤行拥护世王 及国王人民 为除衰患 领得安隐 二时监牢地神白佛言 世尊 世经绝名为经典 若现在事 若未来来事 再再处处 随是经典所留不处 若人广演宣说 是妙经典 我当在中 常坐素位 隐蔽其身 与法座下 顶待其足 我闻法以 德福甘露为上法位 增以身力 而此大地 其得众位 增长巨足 疯坏肥浓于今日 以世之故 严福提内 药草树木 根茎枝叶 滑果滋茂 美色香味 结析巨足 众生时矣 增长守名色力 严福提内 安隐风乐 人民赤胜 一切众生 夺手快乐 应心事意 随其所乐 由《上述经》中描述可知 为诸天神等 讲述佛法 可以增益他们身力 而且这些神奇 在他们的身力 获得增强之后 不仅会护持说法的人 而且还会饶益 整个国境内的 一切众生 而正因为这个缘故 佛教的摘天仪式 多选在每年的 农历新年期间举行 一方面 感念过去一年来 众天神的 护持之德 另一方面 则祈愿在新的一年里 能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物负民风 那么摘天仪式 所请的客人 具体都有哪些呢 佛教的摘天仪式 并不局限于 只有供天的部分 它还包含有 供养三宝 为诸神说法 及皈依等部分 同时 仪式中供养的对象 除了诸佛菩萨 及天上诸神之外 还包括了地上众神 和龙众 夜叉 甘踏婆 阿修罗 加罗罗 锦纳罗 摩侯罗家 等一切佛教的 护法大众 此外 为了表达最高的敬意 法会坛场 还会设下 佛 法 僧 三宝席 诸天 及其适从的作息 一切的供品 摆设 要求极尽庄严 清静 法会的礼赞畅颂 力求如法如疑 茶水 供品 菜书 也要讲求 洁净新鲜 至于法会上 离请的客人 按照现在通用的 摘天仪柜来说 离请的天神有 大功德尊天 大辩才尊天 大饭王尊天 大地势尊天 东方持国尊天 南方增长尊天 西方广木尊天 北方多文尊天 大摩尼之尊天 摩西首罗尊天 金刚秘记尊天 散之大将尊天 大德委托尊天 菩提树王尊天 监牢地神尊天 河里地南尊天 日宫太阳尊天 月宫太阴尊天 鬼子圣母尊天 缩节罗王尊天 心宫岳府尊天 菊摩罗王尊天 锦纳罗王尊天 雷神大将尊天 二十四天 此外 上右继位诸天 金刚力士 八卜天龙等诸天的识者 也会请来 接着 我们再来说说 摘天法会举行的时间 由于清晨为诸天 进食的时间 所以摘天法会 会选择在 清晨三四点钟开始 大约三个小时左右 才会完成 檀场一般设在 寺院大殿 或法堂前的广场 仪式开始前 先在檀场 设立诸天供桌 准备二十四盘 洗钱供果 一切以清净 庄严为原则 必须在入夜前准备妥当 此外 整个摘天的仪式 可分为五个部分进行 一 甘露净坛 摘天时辰一到 掌坛师便率领僧众 斋主进入坛场 当念香鼎礼 明庆畅赞后 僧众三称 南摩清凉地菩萨 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掌坛师持甘露净水 浇洒谈场 并送祭遇 菩萨柳之甘露水 能使一滴便十方 兴山购会 紧捐除 令此坛场 惜清净 随后绕坛三杂 念大悲咒七遍 敬坛弊 归位 三称南摩甘露王菩萨 摩和萨 二 染香炳竹 掌坛师向坛而跪 香灯师先染香 后炳竹 一香竹各一百零八支 为一堂 交于掌坛师 为那基隐庆畅 保顶名香 音韵便十方 寝师盼香可 庆天保安康 而掌坛师 亦跪地唱道 一柱新香本自然 黄金炉内 起香烟 空中结旧 香云盖 愿雨摘信 灭众怒 唱完后再三称 南摩香供养菩萨 摩和萨 二后 香灯师点竹 交于掌坛师 然后双手举竹唱祭 一堂宝竹在当前 未敢先将防火燃 金戒祖师三昧火 枝枝头上灿连 此时香烟缭绕 灯竹辉煌 此时掌坛师 顶竹念叨 年起分明在墓前 偷偷挺路 照三甘 清光不夜长春景 与我心灯 二样然 之后 僧众再三称 南摩灯 供养菩萨 摩和萨 四香花请圣 僧众摘主等人 君贵余地 掩吃香花 一僧捧盘其眉 仗台师 以首情花 与众同唱 愿此香花云 遍满十六界 供养一切佛 遵法诸菩萨 然后念花请圣 一心奉请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一心奉请 大乘金光明海十二不经 一心奉请 十方三世 一切菩萨 生文 元爵 贤圣僧 一心奉请 三十三诸天 及名山大川 现地分属 一切鬼神圣众 一心奉请 第一威德 成就众士 大功得天 随后众僧同念 善天女咒七变 三称 南摩云来及菩萨 摩和萨 请圣后 仗台师 向金光明会上 护法诸天 坐前 上相三注 顶礼三拜 宣读书文 福以护法诸天 大全真载 身居上界 得育人间 施晴天立地之功 有护国安邦之力 广化众生 救度群聘 发红誓愿 而祝佛宣扬 显微神力 而出邪法恶 成就众生 公正佛过 如是 归头金像 瞻里为荣 仰天 献以摇关 望他心 而动见 不为本事 满所祈求 敬节魁哀 卯甘连坐 五 诵经诗时 隐庆音落 目于生起 周僧起颂 金光明经 空品 称念二十四诸天明号后 以实测香味 共佛 己僧 掌台师接唱 前程献香花 智慧灯红 眼交加 精品杨柳 撒勘夸 橄榄 拱坯 蒙山雀蛇 茶凤献 苏佩普共 养世家 万宝明珠 献菩萨 一献 法王家 随后 僧众三称 南摩普共养菩萨 摩赫萨 诗时开始时 众僧在念 善天女咒 冷言咒 而掌台师 则持隐 十果苏等 至坛场外 将其诗洒于 四面八方 让诸天神灵 都来寿时 诗时后 摘天功德圆满 众僧 敲动尖锥 然后 起送 回相继 如此 一场摘天仪式 便算是 圆满结束了 那么 这么一场 摘天仪式下来 会有哪些 功德利益呢 据金光明经记载 摘天 与现在事 可得十种利益 一 五官端正 消灾 与吉祥 二 身体气血通畅 嗓音 柔软妙好 三 心地清明聪慧 不为鱼痴所转 四 势力良好 如魔尼珠 能照微细物 五 智慧红开 血液又成 六 生活安稳 衣食风足 心无所惧 七 身心自在 善财广进 八 圆满相貌 家庭安乐 九 身体健康 远离病痛苦闹 十 国泰民安 大众安居乐业 摘天法会 充分的体现了 对佛法的护持 与修学 除了感恩诸天的护持 同时也祈愿 以虔诚礼拜三宝 即迎请诸天 光祥受贡 使得佛法兴隆 三宝 常做众生的 暗夜明灯 保佑我们这个世界 能够长久的 祥和平安 一切众生 同发菩提心 究竟成佛道 所以希望各位佛佑 能够把握住 今世得成人身 得闻佛法的机遇 努力修行 早日 争得佛果才是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 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